詞曲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阅读的书名叫做顿感力 好 这是文学大师杜边纯一先生 他浓缩七十余载的人生智慧 好 我们在今天晚上将透过这本顿感力的新书 与大家一起交流 说到他这次新书 可是其实他已经出版了一段时间 紧接要把这样的智慧带来台湾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顿感力 在这个尤其后疫情时代或者科技变动时代 现在Chat GTP哇 陆续的应用非常的潮 很多人总会有许多担心担忧 认为自己会不会被AI淘汰 未来失去工作 没关系 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本书顿感力 告诉你心情泛宽一点 也同时用顿感力的思维 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好经营人之间的连结 好 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 紧接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书 好 那在介绍这本书的过程呢 我们将是透过现场直播形式 将有一些互动跟大家一起交流 首先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好 这问题是为自己的敏感度打分数 一到十分 你自己会打几分呢 好 那什么叫敏感度 就天气变了你会有那种关节不舒服 看到别人微表情你会有点不舒服 听到别人的批评指教你会有点不舒服 看到自己的按赞数有点低 你会有点不舒服 来到一个陌生环境 你会有点紧张 有点不舒服 好 那因着这个敏感度 为自己来打个分数 我们将透过今天这本顿感力 一起来调节你的敏感度 让你能够吃得好 睡得饱 延伸人际关系 顶呱呱一样妙 好 那么紧接 欢迎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 好 可可分享说自己7分 大成3分 8分 7分 好 如果你的分数是在6分以上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比较高敏感的 高敏感有高敏感的好 可是如果你发现你的高敏感 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 好 那可能需要好好调节一下 你的敏感程度 那我们紧接就来读一下 在这本书当中所提出的看法 还有观点 邀请你为今天内容按赞 我令你可以转分享 好 那这个敏感度 我们来看一下书中 他怎么谈现阶段的人们 所遇到的困扰 他说现在我每个人都如同住在 大都市里的现代人 好像货柜里面的物品一样 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如同在办公室你固定的位置 或者延伸你在家里面固定的那个床位 留给自己的位置 好像越来越少 少得可言 而且为了不和别人过度碰撞 还必须先瞧好位置 以免跟别人碰在一起的时候 受伤的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体验 要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当然作者也提到说 打开社群网站 现在排山倒海而来的讯息 让你有时候感到愤怒 有时候感到恐惧 有时候感到悲伤 算又开心的时候 但这些情绪反应都消耗我们 太多时间 太多力气 让我们开始怀疑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社恐 社交恐惧症 但为了害怕自己 不被同学或朋友排挤 所以只能勉强自己 加入这些过度疲乏的 情绪劳动当中 好 如果你有话 在下面留言加一 你是否每天不逛 社群网站就会有那种焦虑感 或不舒服的感觉呢 好 那如果有的话 请在下面留言加一 好 那书中也提到说 如果这日子过久了 你开始觉得 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做自己 越来越不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开心快乐 每天好像被塞在 人群的夹缝当中 努力寻找一个自己喘息的空间 可是小小休息 好像就如同你买了一个 没有对号座的火车桌一样 随时会被别人叫起来让座 哇 那充满了压力 你很胆战心惊的想 现在空位这么多 我到底可不可以坐 那如果坐了之后 又被别人叫起来 会不会很尴尬呢 好 那这就是一种 搭乘火车的一种体验 那高铁可能会少一点 为什么呢 高铁就是 你没有买票就是不能坐 跟大家回馈这种生活仓势 如果你发现高铁有很多空位 在飞那种什么 它有自由座 如果在飞自由座的区域 你没有买票 你坐下去就是要罚钱 所以这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交流 所以啊 如果你有这些敏感状态 好 那今天这本 顿感力将能够帮助你 欢迎你为今天留言按赞 鼓励你可以转分享 我们要一起来阅读这本 顿感力的新书 好 那既然提到顿感力 好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 在生活情境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成果 为你带来了名气 很多人都很欣赏你 给你打掌声 给你掌声鼓励 可是却也引来了批评 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A 公开道歉 B 修正现在工作 让你的工作能够减少批评 C 维持现况 D 则是做其他的行为 好 A B C D 哪一件是你会做的呢 如果你做的事情 因为你带来名气 可是也带来批评 那这时候你该不该调整 其实就如同现在很多网红 为了追求一时的流量 好 那名气来了 可是批评也来了 这时候他到底要不要改正 他原来的这种标签和调性呢 好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 好 目前看到 写B的朋友和C的朋友最多 修正工作或者是维持现况 B和C的都有 公开道歉的没有 对 公开道歉 慧风说要公开道歉 好 那如果你自己在遇到这种 因着名气而来受到批评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要来看看 作者怎么应对 好 作者他本身是日本的 非常厉害的一个文学大师 杜边存义 他过去也受名气所困扰 而后受到许多批评 他的批评原因是来自于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恶熟 年纪超过30岁以上应该都听过 这部剧叫做《思乐园》 好 听过这部剧的请在下面留言 加一 没有听过请加二 请不要那个已经超过40岁 还说自己没有听过的 《思乐园》 好 那这本书让作者被广受注目 他被列为日本的文坛大师 写情爱的情圣首度高手 好 那这个杜边存义呢 他因为写作题材具有争议性 名利双收同时也获得众多批评 到底在这样的批评当中 他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在自己对于爱的关系这个领域当中 持续发光发人呢 好 那当然他要透过这本书 顿感力给你他的答案 他如何去面对他人的批评 好 目前看到都加一 多数朋友都听过这部剧哦 对 那看过的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呢 我记得我那年代我好像不能看 因为它是限制集电影 限制集的影集 里面好像有些漏点 我不清楚有没有细节漏点 我隐约好像有看过 我也好像没看过 可是我知道剧情的内容是什么 好 那我们来大致上简单 我不破梗 如果没有读过的 你已经超过18岁 你或许可以去 把这部影片借回来看一看 或读读书 好 那我大致讲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两个男女 他们本身都是外遇 在错误的失衡婚姻关系当中 因着他们原来的婚姻里面 没有交集 也包括他的伴侣 不跟他沟通 所以他们就造就在 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而他们到底能否持续的 在这个外遇关系当中 坚持到底 在饱受批评状况下面 真正最后能够走在一起呢 好 那就留待大家 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阅读私乐园 可能我们就要回到这本书 顿感力 带大家一起来学习 好 那既然要谈顿感力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作者的背景 好 作者背景 杜鞭存衣老师 他已经过世 在2014年过世 日本文学大师 也是国民作家 1933年出生于北海道 毕业于杂谎医科大学 担任过骨科医师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 日本文学大师 他还是细医重文 原本是一个医生的工作 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而他的小说光合影 获得植木赏 遥远的落日 获得极川英字文学奖 甚至在2003年 被日本政府授予 指授勋章 2014年4月30号 因病去世 他一生写过130多部作品 哇 所以非常多产的作家 所以他的多产 也造就他有些作品 大红之后饱受争议 可是他却点名了一种 在社会现实的状况下面 男女关系当中会发生的状态 就是外遇 那外遇当然就会引发 很多人的争议 认为你不应该把这件事情 搬到台面上来讲 你应该让这件事 隐晦的让大家自己 心知肚明就好 为什么要把它搬出来提呢 可是他提出来了 当然不止这本书 引发热潮和讨论之外 他也包括出版过像 化妆 紫阳花日记等 这些夫妻情感危机的作品 好那当然在今天 我们要读的是 顿感力这本书 那既然要读作者 我觉得译者也很重要 译者是李莹耀老师 李莹耀老师 他本身是专职的日文作家 他本身就专职 翻译了多部 渡边纯一老师的作品 好所以我们也要来 让大家了解 这是由李老师 他自己本身 有点像是御用的翻译家 来为大家翻译这本书 顿感力 好那我们既然要来 阅读顿感力这本书 那我们要来了解 它里面的目录章节 进而让你可以大致上知道 当你要阅读时 这本书能够带你 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以及收获 第一章谈顿感力 是一种才能 第二章谈批评 第三章谈安顿身心 第四章谈你的武感 不要太敏锐 第五章让你好好睡 第六章得了三分颜色 要开阳凡的必要性 第七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这好像是台湾人常说的 结果东西掉在地上 几秒内 三秒内捡起来都还算干净 好那包括第八章 如何让爱神眷顾 第九章感情长久 不妨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那第十章呢 来到放宽心胸 第十一章十二章 这是谈女性的强大 十三章谈如果被嫉妒该怎么办 第十四章十四章谈相爱需要不是运气 而是包容力 十五章谈摩擦 十六章谈适应环境 十七章谈母爱 好那么在今天这总共十七章的当中 我挑出几个章节 带大家一起进入章节当中 一起来学习 好所以在进入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 把这个顿感力学起来 进而使我们在人际应对上面 不要过度敏感 也不要过度自我伤害 好那首先我们要讨论第一个课题 当有人说 你好像有点顿感 你觉得这句话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当有人说你很顿感 那这是正面还是负面呢 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正面写正面 负面写负面 请试着在下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 好嘉欣问了一个问题 当顿感力放在感情当中 是不是变成木头了呢 好那我们待会要来解释 这个顿感力跟木头 有点像可是又不太像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顿感呢 好目前看到正面正面正面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负面 负面 有人认为正面或负面 这都是我们自己在看事情的 可能过往的体验经验或角度 好那作者怎么说呢 作者说其实提到顿感啦 过去大家会直接联想到一个字 叫做迟钝 迟钝总认为这叫头脑不好的人 认为这个人很迟钝 这个人很敏捷 很敏锐 所以两者之间天差地别 所以也因此在这样的顿感当中 你会觉得好像似乎是一个负面词 可是在今天要谈的这个顿感呢 它是一个拉大范围的一个表达 它不是单纯讲迟钝这件事 迟钝是可以透过后天训练变敏锐 那个敏迅速 可是在这里要试着要调整 跟敏感的部分有所区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章 它里面提到说 第一章说到顿感力是一种才能 它说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人啊 当然他们一定会有才能 但他们才能背后一定隐藏的 有益的顿感力 顿感是一种才能 一种能够让人们才华开花结果 让人发扬光大的力量 好为什么说到顿感力是才能呢 好用以下这个词来了解就知道 顿感和敏感哪一个会比较好呢 顿感和敏感哪一个会比较好呢 认为顿感比较好的请留言一 认为敏感比较好的请留言二 欢迎可以在下面跟我们一起交流 学习讨论 认为顿感比较好请留言一 敏感比较好请留言二 试着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好目前看到顿感比较好的 一很多 敏感比较好的也有 好其实两者都有它的存在必要 可是如果有时候试着顿感 不要过度敏感会对自己好一点 因为下面有一句话说 即使挨骂也不气呢 好这怎么说呢 好在书里面提到说 其实任何人一旦进到新的环境 或者新的工作 一定会有需要适应的时间 甚至一定会有受到责难的时候 那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 那你很容易在受到责难之后 就玻璃心 你很难接收到别人的建议 甚至你很难有所改进 可顿感的人呢 他会把这些建议收下来 顿感的人会埋头做事 把事情完成 所以书中用了很多案例和故事 来进行分享 例如他说有一个男人 他是一个白领阶级 在公司呢 他谈不上优秀 但也不会太差 可是在某次的疏忽当中 他工作出了差错 刚好很倒霉 那时候上司心情不爽 紧接上司就在很多人面前 飙骂了他一顿 当时在场的同事都觉得 这个上司的怒骂 好像有点糟糕 对这个男人有点同情 请接问他说 刚刚那个长官这样骂你 是不是太过分了 然后大家也会担心 这个男人会不会明天 就不来上班了 没想到这个男人 隔天还是照常来到大家面前 而且笑容满盈 好像把昨天挨骂的事情 都忘得一干二净 好所以同事们等于 白白替他担心了一场 而这样的人为何他 尽管被骂依然在隔天 能够用好心情来面对 这个职场环境呢 因为他就是一个顿赶者 他对很多事情很快就放下了 他知道主管骂的是事情 而非他本人 也包括他也很清楚了解到 主管在责骂过程 主要是因为他当天的心情不好 所以顿赶者能够很快的转换心情 所以我们说会不会是木头呢 或许是可是或许这也叫做另外一种 迟钝的智慧 迟钝智慧 那如果敏感的人 可能隔天就没办法来上班 甚至直接当场就跟老板拍桌对骂了 所以是一种保护的作用 保护的作用 我们乐金文化在下面帮大家做注释 为大家能够在阅读这本书当中 有更好的了解能力 对 好那我们继续来阅读这本书 我们今天有很多互动的题目 要跟大家一起学习 对嘉欣说要把上司当上司 对 暂时性的当上司 好那紧急要问大家这个课题 当你被批评 被斥责时 你会怎么做呢 A 骂回去 B 默默忍受 C 听过去 D 则是其他 欢迎在下面留言写下 当你受到批评斥责时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做呢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 交流分享 你是一个会马上的弹跳起来 跟对方对呛对撞的人呢 还是默默忍受呢 还是听过去呢 可是你会说 默默忍受和听过去 有什么差别啊 好默默忍 其实这边要表达的是 默默忍 可是事情还记在心里面 你恨在心里面 难过在心里面 可是听过去 则是把这件事情就听了 就算了 很快就放下了 好那在这里面 好如果你是一个顿感人 你会选择是C 你会运用是C的方式 来回应对方给你的批评 还有责难 好在书里面提醒 当批评和责难时 有时候训练一个能力 叫做左耳进右耳出 虽然我现在这样说 好像有点怪 可是其实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 父母的建议 有时候只能先听听就好 如果你全部都收在你的 谨竟然妙计当中 用作人生的标准准则 你会让自己困在冤地 其实有些长者 包括像你的父母亲戚 他给你的建议或回应 真的要练习左耳进右耳出 可是并非不尊重 我们还是表达 尽力的去接收对方的建议 可是你要怎么做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好作者他提到说 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 即使别人说不重听的话 也要听完就马上抛到脑后 所以你要把不重听的话抛走 可是留下真正对你而言 有帮助有意义的事情 对所以不要凡事照单全收 布莱恩分享很棒的一个提醒 对所以父母的建议 未必是荆轲玉律 所以大家应该都习惯 也包括开始清楚知道 怎么该跟长辈应对了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 我们都知道 其实能够跟长辈相处的时间 每建一日是少一日 越来越少 与其再跟他欢现地 然后跟他一起深吵去对骂 或者直接批评他的意见 不如就听了收了 可是做由你自己来决定 对这是一种顿感的回应方法 跟大家回馈了 好那当然延伸我们继续来阅读书中内容 好你自己现阶段视听触未秀 好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自己的哪一个器官最厉害呢 你的眼睛最好呢 还是你的听力很厉害很敏锐呢 还是你的触觉你很会摸东西 要摸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还是你的味觉很厉害 还是你的嗅觉鼻子很厉害 马上知道到底谁闻发出棒屁 还是那种不雅的味道之类的 好哪一个是你本身现阶段最厉害的器官呢 好目前有视觉听觉 听力很厉害 所以现在有没有朋友是用听的方式来听直播的 目前看到听的人最多听力很厉害 好那这边也做一个健康的知识分享 就是如果你希望让你的听力持续保持啊 请务必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太常戴耳机 如果你要听音乐 请用喇叭开放式的环境来聆听 用耳机听久一定会久久 只会越开越大声 好那耳朵一旦受伤 耳膜一旦受伤啊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就是你一旦重听就重听 它没有药 目前是没有任何治疗的手段 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 所以听力请务必要注意 不要常常戴耳机 可以的话用开放式的喇叭来聆听 目前这边 UNIS说女性是听觉的动物 是的没有错 好那视听触未秀 这些器官很敏锐 当然很好 可是如果过度敏锐 可能也会让我们 有时候变得更多过度敏感 而不是 好在书中的第四章提到 无感啊 敏锐过头啊 反而是一种负担 就包括像你的身体 你的触觉 很容易感知天气变化 例如你很快就痠痛啊 好那这就是属于 无感敏锐的其中一种 那延伸有的接触就过敏 吃到就过敏 好那过敏反应也是一个 无感敏锐的现象 好一旦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 或空间或不对的地方 会觉得马上起鸡皮疙瘩 好这也是一种敏锐的现象 好所以他里面提到说 一个人过度 器官过度敏锐 但在很多时候感觉很优秀 可是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 病理的现象发生 好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个医生 他自己发现啊 有一些人是真的过度敏感了 而后造成 例如皮肤骚痒 就痒到后面持续 一直把他抓破 把他更痒 而有的人被蚊子叮叮拍拍 后来他反而不会痒 因为他没有过度的过敏现象 去反映在他的触觉上 好这一个人有时候 我们的器官的顿感 也会使我们能够不会 过度的过敏现象发生 能够更加健康 能够更加长寿 好蛮特别的一个观点 好那我们直接继续来 阅读书中内容 好那要来谈一个 今晚祝福大家不失眠 好那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失眠 你可以赚到多少小时呢 好ABCD 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分享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失眠 你觉得你可以赚多少小时呢 多少小时 我要换算一下 马上计算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失眠 你可以赚到多少小时呢 好公布答案 答案是第一 六万小时 那六万小时换算下来等于 七年七年的时间 等于七年的二十四小时 你能够多赚七年的时间 好那在书中 直接为大家换算了 就为什么我们人会失眠呢 我们人会失眠 只要原因就是躺下去 不断去不断去想那些无聊 没有结果的事情 不断的搅扰自己 所以你自己 现阶段你的睡眠状态是 你很浅眠的人呢 还是你很容易就进入到睡眠的人呢 好如果你很浅眠 请留言加一 浅眠就是很难睡啦 好那很好睡的 请留言加二 我们也要线上统计一下 然后看看 大家是浅眠比较多 还是很好睡的比较多 我自己是蛮好睡 我平均是五到十分钟 一定会睡着的 对 好目前看到浅眠的很多 好如果浅眠很多 我这边补充一些 待会儿的一些医疗的 或者一些心理的知识 跟大家分享 好如果你是比较浅眠的人呢 那睡前呢 包括我们之前常听到 什么温热牛奶啊 或者有时候泡温 那个脚泡温水 这就是其中一些招式 好一种物理做法就是 进入到棉被当中 请把一只脚伸出来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 请示着在 用深呼吸的方式 然后让身体绷得很紧 然后再放松 好那第二招 然后第三招就用深呼吸的方式 大口吸气 然后全部用鼻子 鼻子吸 憋住 然后慢慢涂 鼻子吸 憋住 慢慢涂 然后第三招 第四招 第四招跟大家分享 就是直接不要睡 先坐起来 把你脑中那些无聊 没有结果的事情写下来 先写下来 你才不会一直想 因为有时候一直想 就是你一直觉得 有哪些解决办法 越想越烦 越难睡 不如就直接 做起来 先写清楚 对 这也是有方法 对 有人说芳香精油又小 如果有些对应的精油 也OK 我自己是闻到精油 反而会睡不着的 反而有的精油太香了 反而会让我干扰睡眠 我之前试过 睡眠跟可能 适合的方式不一样 有的人会听白噪音 听白噪音 不同的做法都可以尝试 一定要让自己 有更好的睡眠效果 有好的睡眠 你才能够 让自己更加健康 好 那顿感烈的人 通常不会失眠 因为他会把事情 留到明天再去烦恼 晚上就不要再想事情了 晚上就做自己 该做事情 那你会说 不睡难道不行吗 好 他里面提到说 在过去 行求有一种审讯方法 会影响一个人健康 就是 持续的言行逼供 让对方不睡 用不断刺眼的光亮 噪音干扰一个人 让他难以入睡 好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人就会精神失常 甚至精神崩溃 直到他会把 真实的事情讲出来 所以这是过往逼供的 其中一种方法 所以睡觉真的很重要 我们大脑需要透过睡眠 才能够得到 很好的一个休息 还有缓解 好 那我们继续来阅读这本书 也要请你为 接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好 那再继续要来谈爱情了 好 令爱神眷顾的心理状态 我们假设大家 现在都是女性 好 哪一种男性 会让你可能动心呢 好 第一次见面 就立即跟你告白 好 B 弃而不舍的 不断的付出 在你面前 也同时不断的告白 好 C 默默暗恋着你的人 好 第一 扭扭捏捏的人 好 请问哪一种男性 会让你动心呢 ABCD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第一次见面 好 麻油分享说 第一次什么鬼 扭扭捏捏 真的有些男生 是扭扭捏捏 不一定是女生 扭扭捏捏 男生也会扭扭捏捏 好 目前看到多数选B 弃而不舍 然后B和C都有 默默暗恋会让你动心 有的可能真的默默暗恋 暗恋很久 可是始终不告白的 我遇过这样的朋友 就他觉得一旦告白后 就见光死 会不会一讲出来之后 就连朋友都当不了 好 那他就很担心 就讲不出来 好像有人会觉得 这好像是女生会害怕的 其实男生也会怕 男生有的男生会认为 有些一旦 破局讲出来之后 就可能后面见面就很尴尬 就不好意思再见 好 那其实在作者的角度 他认为B型的男性 比较容易赢得爱情 赢得爱神的眷顾 好 他里面提到说 令爱神眷顾的心理素质 叫做韧性 缺乏韧性将失去机会 他说过去 很多女性总认为要选三高 那三高就高富帅了 高富帅 高学历 高收入 高个子 可是现在男性 如果只想说 我有高富帅 我就能够找到 我心意的对象 其实不完全是 现在其实每个人 都是恋爱自由状态 更多女性自己 也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她不会只追求高富帅 更多时候要能够沟通 要能够磨合的彼此 好 那这当中 爱情互动当中 一定要有任性 什么叫任性呢 就其中要一方 对爱的付出 是愿意不断的参与在当中 如果只是三不五时 偶尔出现 然后也或者就 第一次见面 就立即告白 那通常会让人 有点担忧 有点担心 好 那紧接我们来读读下一个 在书中的提醒 好 当你要进到 这男生的房间 这男生 你们刚开始认识 还没准备要交往 好你觉得哪一种男生 会让你能够长久交往 好进到他房间 感觉哇超级臭的 东西都没在收 好 B呢 这个房间还是有点乱 可是有稍稍简单整理 好 C呢 整个房间紧燃有序 一条 一条不燃 就非常的干净 好哪一种男生 你觉得可以长久交往呢 ABC 臭气熏天 简单整理 还是井然有序呢 对 正宇帮我们补充了 作者提到的 弃而不舍是 不断提升自己 而不是死产烂打 去惨女性 对 其实书中有提到 这样的观点 对 然后包括一定要有 积极性去 让女性知道你不断的 对她有示好 暗示 给予好处等等的 好 那ABC 哪一种是你觉得 可以长期交往的呢 好 目前看到B最多 有人说A是石荒老人 简单整理是正常人 好 要跟大家分享 通常啊 简单整理 你会觉得跟这样的男性 在一起比较舒服一点 当你进到一个男性的房间 他整理的比你还干净 整齐 井然有序 你反而会有点强迫性的压力 觉得 这样的房间一尘不染 好像好紧张 我坐你的椅子 会不会让你觉得我很脏 像有的人甚至没办法 我知道这个 这个真的是大吉 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如果你还没有换衣服 就上床 他会觉得很恶心 他觉得床就是要 很干净很干净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 交往过程要彼此了解的部分 对 所以这也是给大家回馈 简单整理会让对方觉得 他能够有一个 可以跟你相处的环境和空间 对 井然有序有一种洁癖感 洁癖感 对 有人说臭气熏天 是那个样子 应该没有人选那个臭气熏天吧 对 不过有的人是结婚后 或者正式交往很久 才发现对方的某些习惯 有点糟糕 有点糟糕 好那继续来阅读书中内容 好那这时候 你持续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人 很嫉妒你的人 他嘲讽你说 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闪 是想勾引谁 你会如何应对对方呢 回应对方呢 好这不是选择题 请在下面留言 你会回应对方的方法 当别人说你今天穿这么闪 你是想勾引谁啊 好你会怎么回 你会怎么回 对交往初期 大家都藏得很好 对房间平常也乱 对我房间平常也乱 就是有人来才会整理 有人开始是井然有序 交往久就变成A了 臭气熏天 好你会怎么回应呢 好微笑带过 干你屁事很好 对就是要勾引你 好做自己开心就好了 好所以每个人可能在面对这种 嘲讽的状态下面 应对方法不太一样 好那有的人听到这句话 可能他不觉得这叫嘲讽 就你今天穿那么闪 是想勾引谁啊 好神经比较大条说 对啊我就是想要勾引你啊 我就希望今天能够遇到好的对象啊 我就想招桃花 好这就是在书中提到的 你要比那些既恨你的人更加光彩夺目 好一副与我无关的架势 大大方方的勇往直前 拳头就会打在棉花上面 在书中提到一个故事啊 有一个老太太 她常常会穿得非常闪亮 然后当然闪亮的过程 实际上别人都会用好意的方式 回馈她说 哦你今天穿得很闪哦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很合身哦 老太太总是笑容满面的回应对方 哦谢谢我真的太高兴了 然后每天呢越穿越闪 越穿越闪 也没有人给她一些建议 可是这老太太却觉得 她自己这样穿就是最好的 最闪亮的 她觉得她很天真的去面对她 想要迎接的世界 所以她很乐意的去 用不同方式去听别人的给你的回应 她也听不出别人的讽刺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听过一句话就是 当你不尴尬时 尴尬的就是别人 好那也包括一个人如果落落大方 那么她不只会是从外表 展现也会从气场当中展现出来 所以一副与我无关 大大方方勇往直前 就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 好这也是一种顿感力的表现 顿感力的表现 好那我们继续要来谈书中内容 也要请你会接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哦 好那我们要来继续了解爱情 爱情要长久关键是什么呢 A 浪漫 一定要浪漫到底 对那个好像 有一个网红就常常讲浪漫 好那B呢 要包容 C 要各自独立 好 D 则是要紧密的关系 爱情要长久关键会是什么呢 好请在下面留言 写下你的答案 A B C D A B C D 好目前看到B和C都有 好那请进行公布答案 从苏中的角度 他会认为包容是爱情长久的关键 好因为我们一旦进入到婚姻 或进到爱情当中 会发现有些缺点会越来越大 而有些优点会越来越小 而如果你爱他 那你就要练习包容他的缺点 接受他的缺点 也同时影响他的缺点 我们不能说教育 我们要影响 让他能够慢慢改善他的缺点 所以他提到说 相爱需要不是运气 而是稍退一步的包容力 所以当你愿意包容他的缺点 紧接他才会在这个包容过程当中 慢慢的跟你在一起 而修正他的某些行为 还有习惯 像每个人一旦在婚姻前 一定都是原来的原生家庭 像我原生家庭就是 一个比较机车行 如果大家知道 我原生家庭的机车行 就是一个本身 不会很要求干净的环境 可我老婆他们家 原生家庭是公务人员 就是非常要求自训 和干净的环境 所以一个习惯肮脏 一个习惯干净 两个碰在一起 就必须要妥协 在某些事上 我们就要找出沟通 可以能够做到更好的方法 好那当然就慢慢的调整 慢慢的训练 对我是被训练的那一位 所以因此 因此爱要学会包容 因此爱要学习自我改变 你无法改变对方 可是你可以练习改变你 自己 改变你自己 好那紧接我们要来谈 最后一个提醒 最终极的顿感力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呢 请在下面留言写下 你觉得最终极 最终极的顿感力 可能是哪一种爱的关系呢 会是最终极的顿感力呢 好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好那我们刚刚在今天 所分享的书名叫顿感力 而这本书所提出的一些观点 其实也带动我们一些想想象就是 好好的保持适当的持钝 好好的让自己在接收别人的建议时 如果是不好的建议或批评时 左耳进右耳出 要调整 好那在书中 最终极的顿感力会是什么呢 好目前看到顿感力叫放空 好要大爱 空归零 对其实已经有公布答案了 对热金帮我们泄体了 答案就是母爱 最终极的顿感力就是母爱 母爱最大 但这是适当的母亲啊 就是有些母亲真的不太适合 而如果是一个拥有爱的母亲 那他就会做一些对孩子有爱的行为 好那母爱为什么伟大呢 其实从这个图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母爱伟大 从一开始怀孕就已经开始伟大 一开始怀孕会有孕吐 会有不适 会有那个腰酸背痛 要举着很重的肚子 可在肚子里面其实还算轻松 一生出来前几年其实最辛苦 对 所以一开始呢 不是紧接怀胎十月 这个长时间的负重 腰酸背痛 然后那出生后喂奶 啊喂奶可能有的还要不好挤 不好挤奶要有什么 轻胃啊或者延伸用配方奶等等 好那喂奶的过程 有的时候还必须经历失眠 因为晚上呢 如果你是轻胃 还要把自己挖起来喂小孩 喂小孩 那甚至呢 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要接受孩子弄脏衣服 当他练习自己吃饭 一定会到处跑到处丢到处抓 你要能够有忍受力去忍受他这些 有点让你不太舒服的行为 甚至他可能会有拉便便在尿布里面 你要帮他处理 再过去听到这种排泄物 你会觉得好恶心很脏 可是一旦是自己孩子 你要帮他洗屁股时 就发现你竟然对这件事情 能够甘之如意 能够动手亲手下去做 然后但最后孩子犯错 你也包括 你会有非常大的爱去原谅 所以紧接我们在新闻上 常看到说 都是我的孩子被别人带坏的 我的孩子平常很乖 好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原谅 所以母爱为何伟大呢 母爱持续都在付出 但父爱也是一样了 父爱也是一样 好所以这是在今天所分享的 我们今天总共有17章 我试着挑出几个章节当中的一些小单元 跟大家交流 那如果你自己在跟过往的遁感力 发现你自己好像有点过度敏感 你希望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 让自己进入到顿感状态 好那这本书很值得阅读 好为什么呢 好来分享一下书中 书中的主角老师是文学大师杜边存一 他是施乐园的作者 他浓缩70年的人生智慧 而这本书出版三个月就破百万册 全球销量600万册 好人手一册的现象集 好甚至呢这句词啊顿感力 是在2007年的日本流行与大厂当中的发明 好所以我们要练习顿感 好那甚至日本的首相也推崇这本书哦 日本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说 对眼前的事情顿感一点 顿感力很重要 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 一旦往心里去 紧接就会让你有压力 让你失眠 让你生病 所以顿感力没想要跟健康有很多关系 所以这是在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顿感力艺术 所以不知道对你而言 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写下一句话的总结 但如果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好每预留时间跟大家一起 线上交流分享 这在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顿感力 邀请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 也鼓励你可以转分享 那当然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 欢迎网络书店 好好的下单之后来进行阅读 然后当然也可以到阅读人同学会 因为有蛮多同学 已经陆续分享这本书的读后心得咯 然后也包括 你也可以试着去实体书店 翻一翻了解一下 看看这本书是否是 你现在此刻正需要学习的能力 顿感能力 所以作者本身是一个医师 而他细医重文 进入到文学当中 用他的专业也同时 用他在对过去对人际关系的观察当中 写出了顿感力这一词 而这一词对他而言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从明天就要问说 你顿悟了吗 我们要练习来顿悟 这个顿悟呢 是开始对事情放宽心的去面对 可是依然积极的把手中的事情做好 把手中的事情做好 每天都在顿悟 很好 我们到练习顿悟 对现在很多单亲家庭 好伟单亲 伟单亲就是夫妻还在一起 的一种爱 更男人可贵 这母亲很伟大 对所以神经大调一点 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没有错 所以顿感力是现代人的一种保护力 好所以刚好有两种挑战 高敏感是种天赋BS顿感力 好所以有时候敏感 可以用敏感的方法来应对 那顿感可以用顿感的方式来应对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 如果你因过度敏感 那么你就要调整一下 用顿感来稍稍磨圆你的脚 让自己不要太过玻璃性 好所以这是在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本书 顿感力就是一种超能力 我们一起来学习 也希望这样的顿感力对你而言 能够带来极大的帮助 以及极大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在往前的道路当中 动够持续的放宽心 尽管面对挑战 面对批评 面对你用不太好的一些回馈时 你动够用一个放宽的状态 左耳进右耳出 做好你自己的事 让自己光彩夺目 让对方看不到你的车尾灯 让你跑得更快更远 所以好好累积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好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今晚的学习 还有参与 期待一样明天晚上九点 线上学习再见 晚安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